大家好,我是雷德 菜花平常我们都喜欢吃 可是菜花我们买回来以后 大部分人菜花就是直接下锅炒 或者用水焯 那样炒出来菜花非常的不好吃 如果焯水 菜花的营养都会被流失 如果直接下锅炒 炒出来的菜花又不脆 今天雷德给大家分享一个 菜花的正确做法 炒出来的菜花好看 而且又好吃 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把菜花用剪刀 把它的根部都给它剪掉 在剪质的过程中 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剪到手 然后我们把菜花 给它剪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剪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菜花全部剪完以后 我们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里面我们再加入一小双的食盐 再加入少许的面粉 加入食盐能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面粉呢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能把菜花里面的脏东西 给它吸附出来 毕竟这个菜花呢 它长得比较特殊 咱们这样不清洗的话 这个菜花是清洗不干净的 大家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我这个方法来清洗 用手呢 给它抓拌几下 然后呢 把菜花在盆子中 给它浸泡五分钟 让面粉彻底的吸收一下菜花里的脏东西 我们趁菜花浸泡的时间 准备一块五花肉 把五花肉呢 我们给它切成片 切好的肉片 我们给它放到一个碗中 把肉片 我们给它腌制一下底味 加入些生抽酱油 一点的老抽 上个颜色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呢 放到碗中 腌制十分钟 准备一小块去皮的生姜 把生姜先给它切成片 然后把生姜我们给它切成丝 最后把生姜给它切成小粒 切好到生姜粒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准备两个去皮的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蒜片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经过十分钟的浸泡 咱们的菜花已经泡好了 用手呢 再给它抓洗两下 然后呢 把水倒掉 用清水呢 再给它清洗一遍 大家看 这样清洗的菜花 非常的干净 倒材上做上蒸锅 里边加入清水 把加入进去的清水 我们先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 我们放上容器 再把我们清洗干净的菜花 均匀地给它铺在容器上面 把菜花呢 在锅上给它蒸 十分钟 这样的菜花 蒸出来的菜花的营养 就不会流失 而且蒸出来的菜花 在炒的时候 更加的脆嫩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 水开以后再上锅蒸哦 否则时间太久 菜花就会被蒸得特别的弄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蒸出的菜花 是不是特别的脆绿呢 把蒸好的菜花 我们给它取出来 在这里教大家 一个炒肉的小技巧 锅里面加入食用油 把锅里的油 咱们先给它加热 油热以后呢 把锅里的油 咱们给它倒掉 再加入凉的食用油 这样我们在炒肉的时候 我们的肉呢 就不会粘锅 而且不会炒老 把猪肉先给它煸炒至发白 猪肉炒至变色以后 下入大蒜和生姜 把大蒜和生姜 和猪肉 速地翻炒在一起 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我们再下入 我们蒸好的菜花 快速地把菜花和猪肉 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以后 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的鸡粉 再来一点的蚝油 然后迅速地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以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菜花炒肉 就烹饪完成了 这样炒个菜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翠绿 而且吃到嘴里边呢 也是非常的脆 菜花的营养也不会流失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今天炒菜花的这个技巧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它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加试试吧 麻烦用您发财的小手 在这里帮忙点的转发收藏 让更多的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视频再见